医师正在进行心导管手术 这心血管要放的支架 不同等级价钱差上四倍 未来如果一财给付设了上限 真的好吗 可以选择比较好的产品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其实对民众的健康长远是有疑虑的 以心脏支架为例 非涂药支架一支只要一万五千元 健保全额给付 另一种涂药支架 医院进货一支就要五到六万 非涂药支架阻塞的几率半年内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涂药支架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 而且恢复期比较短 但限制给付上限等于框线民众 有能力却无法选择较好的资源 如果以后身体出了状况 省下的医财费真的是赚到了吗 而且等级跟成本都比较高的涂药支架 卖给病人五万五到七万块 加上健保给付的一万五千元 医院获利一到两万 如果设了给付上限 医院和材料商都没有获利空间 医院怎么经营 医财商恐怕也对台湾兴趣缺缺 医财社上限恐怕非全民之福 政策想要的医疗正义 引来医界一片反弹 总统蔡英文也在脸书po文说 请行政院长苏贞昌 特别注意这件事情 在跟卫福部长陈时中 就各界的意见与提醒进行言商 陈时中将在13号下午跟医界讨论 看来连总统蔡英文都按捺不住 急着出手救火 因为医院也会考量到 自己本身的利润跟 他营运的成本等等 有可能就会选用比较 成本比较低廉 或者是品质可能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医材 当然他基本上 他要获取有一定的利润 当然这个就压缩到 这个所谓的医疗的品质 医师认为医疗本来就属于 自由经济市场 政府出手限制自费的上限 反而会导致要财商 医院和病患三书的局面 这唯一最大的赢家 恐怕是省下大笔 医材理赔费用的保险公司 而接下来 卫福部跟医界的商讨 恐怕得想得更仔细 顾全大局 记者有姚立强王一仲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